Hello,大家好,我是肥大喵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是武侠小说 名字叫做《铃儿小叮当》 在这里 这本书讲的故事其实不复杂 可以说是很简单 传说江湖上有一只铃铛 它可以带来财富与快乐 但也能带来诅咒与厄运 如果谁得到了这只铃铛 就可以向当地的任何一家钱庄 索要任何数量的金钱 从此逍遥无忧过着快乐的日子 韩笑山庄美丽任性 活泼可爱 反正主角能用到的好词 都用在这位漂亮的大小姐身上 她的名字叫秦信子 因为贪玩被人诬陷而偷了这只铃铛 于是为了躲避各大帮派 对她展开的追杀 从此亡命天涯 这个铃铛名字叫树精灵 它可以束缚住那些 因被金钱腐朽过的心灵 却束缚不住纯洁善良 真正的快乐人生 秦信子邂逅了冷酷的杀手雪月 她让雪月重出江湖 江湖上再一次掀起了血雨腥风 秦信子和雪月在接触的过程中 慢慢地产生了感情 秦信子带着铃铛和雪月一起 再出江湖 秦信子美丽 一善良活泼可爱的个性感动了杀手雪月 她们这一路有许多欢笑与泪水 在江湖上拼搏九死一生 大概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同于我以往看到的其他的武侠故事 咱们传统的武侠小说流派 就是金庸啊古龙啊 那一些所谓的大师之作 这本书的作者 首先她是一个女生 所以她构建的这个武侠世界 相对来说比较的女性化 更可以说是比较温柔的一个世界 这个作者以女性的视角构建的这个江湖世界 让我看着非常的爽 就是有那种强烈的共鸣感 和大家说一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是十几岁的年纪 那个年纪可真是对未知美好 充满着一切的幻想 然后幻想书中的男主角 哇我要是能遇见这样一个男主角 做我的男朋友哪该有多好 当然现实总是残酷的 我没有遇到这样一个男生 反而遇到了一个渣男 伤透了我的心 但这本书丝毫不影响 它带给我美好的回忆 它的描写手法 让我看到了那个区别于金庸笔下的正统的武侠世界 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大侠们都背负着家国历史的重大使命 将拯救苍生于万劫不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沉重非常沉重的话题 我感觉让女性的读者可能看上去兴趣没有那么大 而这本书铃儿响叮当 作者就是把主角当做一个普通的小女生 她来到这个世界 她背着这个铃铛所寻找的目的 俗气一点也就是爱情 最后她和她的爱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就像童话书里最后说的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看惯了正统武侠世界里的血与心风 家国仇恨 打打杀杀 武功秘籍等等 你不妨看看这本 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然后你又喜欢看武侠小说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